陆英的事过去几个月了 现在才腾出手来 说说这桩公案 陆英确实有罪 但罪在冲撞国典 何况皇太子那非大赦 朕已特赦 许其代查 代查代查 可结果报到朕手里 人已经死了 斩陆英和其子文谱 竟然是因为 那时候的监国储君 和刑部尚书 你们给诸位说说 是因为什么罪名啊 陆英父子 臣也不确定 不确定 你就批准杀了未论罪三品朝臣 那 那是因为 因为 那时候报上卷宗的人是钟书令吧 是 是臣 钟书令 据行书多年 刑律不应该忘记吧 是 陛下 未定罪 朝臣枉死 这是 死罪 对 派人先去华庭查 查出了结论 再说 没有什么意义吧 皇太子 陛下 难道 就这么大事化小 不了了之了吗 明堂之上 大朝之时 陛下自己提出的旧案 却又千言不绝 谁知道 这个案子 还能不能查下去了 我 快使手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实情未明 你们这是在朝上胁迫天子 闭嘴 实情如何 钟书令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 你 你身为三四首长 你无凭无据 无凭无据 我就让你看看 拿上来 这是 陛下 这是里逆百周的五代族谱 秘书郎就是后爹后娘都死了 再盯几次忧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解释去吧 陛下 是臣 前御氏终成鹿鹰 是臣 把他划入了里逆七族 更改族谱 枉杀陆中成父子 非臣的本意 臣是获了 寿命 皇太子殿下 污蔑重军 臣有证据 把重生力带下去 前日送至命臣监口 这是皇太子殿下的 亲笔手信